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 Call 我是主讲人志哥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Transformation下的算子 分别是Repartition,Collex,PartitionBand,Repartition andSortWade,Partitions 那么大家如果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人的QQ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么OK,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好,那么我们来学习SPA当中的分区算子Repartition 那OK,打开当前的ID 打开当前ID 然后我们在这个SPA当中呢 分区算子是有很多的 一般来说呢,咱们会有4个常用分区算子 那在这里呢 首先向大家先介绍第一个叫Repartition 那好,OK 那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新的Transformation的一个Demo算子 再创建这么一个类 然后Object 然后Object Tracs 然后F1 TransformationDemoDemo5 好 然后创建完成之后呢 进来呢 这里我们先写入MAN方法 MNMAN 然后我们先创建SPA对象 VLCONF等于另外一个SparkSPRK CONF C1F CONF 然后进来 这里我们来设置当前 Ice等于另外一个SparkContest 然后接下来把COM对象传入 OK 此时Spark对象即创建完成 那么接下来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既然要分区的话 首先第一点 我们先创建一个RDD VL 再点RDD1 等于当前SC.PR 然后在这里 咱们给一个值 List RST小块 然后123456 然后呢 我们给一个分区值3 那么这个呢 在之前给大家介绍 当前我们什么MAP PARTICIOUS算值的时候 是不是也设置过当前 那个分区数了 对吧 那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方法 来查看当前 RDD的分区个数 这时候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普通的先答应一下 这个RDD1.2 就这样 咱们加一个焊字 这样方便说明 初始化分区值 咱们可以看到 最新开始RDD的分区值 对吧 RDD1.2 这个PARTICIOUS .LENSE 好 那么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初始分区值了 初始分区值 好 我们来等待一下结果 好 大家看到 初始分区值为3 这位置也是3 对吧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指定当前 RDD的分区个数 这位置可以初始分区值 然后这里首先来说 第一个修改分区的方式 叫REPARTICION REPARTICION 这个REPARTICION 它呢可以对RDD进行重新分区 然后呢 这里啊 这个分区呢 G G可以 是超过 超过 原有分区个数 那么也可以小于原有分区个数 所以这里这个位置呢 它有两种方式 为什么呢 这里记住 叫REPARTICION 默认呢 默认呢 会执行 Suffer 记得啊 它会默认执行Suffer 即对分区啊 记得啊 分区中的数据重新计算啊 计算 所以啊 计算 所以呢 它会可以根据你给的分区呢 重新帮你做这个分区值计算 所以它既可以分区比原有数据大 也可以比分区比原有数据小 所以呢 这里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VL RDD 1-1 等于RDD1.REPARTICION 然后这里你只要给分区值就行吧 假如说给分区值为5 那既然咱们PRINT以后 那咱们进行输出 也就是说 RDD RDD啊 通过REPARTICION 算子啊 这个重新分区后啊 重新分区啊 这么说啊 通过REPARTICION 算子啊 调整分区后的分区数 冒号在这里 我们可以RDD1下方线1 点 PARTICION 是点LINSE 那此时 这里我们可以执行 找你 好的 你们看好了啊 是不是原来咱们那个是分区为3 这里分区为5了 对吧 所以这里REPARTICION 可以对当前RDD的分区呢 进行重新复值 那这是一个REPARTICI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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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